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35岁刘诗诗在演古装剧状态好,85花杨幂赵丽颖刘亦菲都擅长古装剧 虽然娱乐圈女星众多,既有60后70后80后女星依然在活跃,更有90后和00后在成长和成熟 但85花这个群体,在娱乐圈地位依然很稳固 一方面70后80后当红女星正在老去,要么淡出要么过气 比如徐静黎、李冰冰、张子怡、周迅等状态都不如以前了 另一方面赵丽颖、刘诗诗、杨幂等85花虽然也笨似了 但结婚生娃之后状态还不错,虽然演技和成就还无法和前辈媲美 但是人气一直居高不下,资源也还不错 比如最近,刘诗诗新剧《一念观山》新造型路透照曝光 一身粉裙的她气质温婉,与红一侠女范形成反差 迅速引来很多粉丝和网友的关注议论 其实1987年出生的刘诗诗,出道走红十几年 不知不觉也是35岁奔四的年龄了,而且结婚生子了 但无论年龄还是怀孕生子,好像都没影响刘诗诗的美貌和气质甚至事业 这些年婚后兼顾怀孕生娃,做完月子又迅速回归 人气很旺,资源好,自己状态也不差 刘诗诗生完孩子很快就复出拍戏 比如之前就有与朱一龙合作的《亲爱的自己》 以及和妮妮搭档的《刘金岁月》等剧播出 虽然热度不差,但是比起刘诗诗曾经的作品,还是差了点热度 其实这些年刘诗诗也引了不少现代剧 但总体上来说,反响平平,不如自己成名代表作《步步惊心》那么火 甚至还不如与杨幂年轻时合作的《仙剑奇侠传三》 估计刘诗诗还是适合拍古装剧,不管故事和演技如何,至少造型诗漂亮的 这几年很多女星都是靠古偶聚火的,这次刘诗诗不知道能不能凭借一念观山再火一次 说到这里,杨幂赵丽颖这两位85花,也和刘诗诗一样 凭借古装剧《走红》,也更擅长古装剧 杨幂走红前引了不少古装剧 例如《仙剑奇侠传三》《射雕英雄传》《红楼梦》等等 然后凭借公大红大紫,后面引了不少电影和现代剧 反响平平,前些年凭借古装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火了一把 这几年又拍了几部古装剧,也比现代剧火 近期杨幂和龚俊在拍的《狐妖小红娘》,也是古装剧 而赵丽颖也是如此,之前拍过《红楼梦》《环珠格格》 后来凭借陆珍传奇《花千古大红大紫》 后来这些年也是古装剧居多 比如知佛游肥楚乔船等等 现在还在拍《雨凤行》等,也是古装剧 这是赵丽颖的强项和优势 刘亦菲也是差不多的 刚出道凭借古装剧《金粉世佳》走红 然后拍了金庸剧《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大红大紫》 随后转战影坛 作品热度不差,但口碑一般 十多年后还是凭借古装剧《梦话录》才在线辉煌 可见古装剧还是古典美人刘亦菲的归宿 之前被导演嘲笑太丑 说应该整容的赵丽颖 现在却是在打她的脸 可以说赵丽颖是娱乐圈的著名女明星 她不仅长得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身材比例也非常好 演技也很出色 银宝有一张甜美的娃娃脸 大大的眼睛 长相非常的青春靓丽 而且她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娇小可爱的角色 所以大家对她的认知都是可爱天真 然而,事实上 银宝的内心比内心更时髦 这是因为她的经历并不像她的表情 所暗示的那样天真 银宝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家庭 父母都是典型的社会成员 她从小就喜欢自己表演 也喜欢看其他人在舞台上表演 她最大的抱负是在戏剧界有一份职业 但她很清楚上艺术学校可能会很昂贵 考虑到她家的情况 家里没有闲钱 她获得了一些表演技巧 在完成成为空姐的培训后 由于预算限制 她决定转而从事普通推销员的职业 或许她在娱乐圈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 侥幸获得团体冠军后 她进入了娱乐圈 早年以演员身份出道 期间出演了大量话剧 不过 她饰演的角色都是相当不起眼的配角 有些片段甚至让人心碎 我们仅限于从技巧开始 因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任何条件可以使用 但她从不看不起这些小工作 而是把他们当成一个锻炼自己 提升自己的机会 继续教育自己 积累知识 提高自己 她的工作量是其他人的十倍到一百倍 尤其是和那些生来就含着银汤式的童星相比 也许她只是幸运 也许她没有付出必要的努力 她因出版花千古和楚桥传而名声大噪 之后的作品比之前的作品连续多了 都是热门剧 她在综艺节目中表示 当时她并不为人所知 据报道 一位导演告诉她 她永远不能在娱乐圈工作 因为她太丑了 而且她的娃娃脸特别令人反感 这对一个刚刚出道的女演员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却没有挨打 反而加强了演艺圈的路线 因为这也是曾经看不起她的人的证据 她坚持认为女性不应该偏离自己选择的职业的观点 毕竟 她目前所取得的成功 都是她不懈努力的直接结果 来之不易 爆出赵丽颖不顾舆论执意与林更新重逢的原因 在片场自然互动之前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赵丽颖决定在与凤行中与林更新重逢的原因 年度最受期待的历史剧之一与凤行 赵丽颖与林更新继电影楚桥传后重逢 正式开拍 在公布演员阵容之前 林更新就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最大的原因是据说 演员的身份与行指这个角色的形象不相符 话虽如此 该项目的女主负责人兼制片人 赵丽颖还是执意选择与荧幕情人再合作一段时间 引发不少人的疑惑 后面的人 大部分人评论说 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林更新和赵丽颖的亲密关系 再加上之前在楚桥传中的成功配对 小花才介绍并坚定地再次选择了男演员林 林更新和赵丽颖在楚桥传中有过特别的合作 当网友们回顾之前的镜头或两位著名演员的幕后照片时 这更加有根据 在参演楚桥传或者雨凤行时 很容易看出林更新是一个很开朗 很闹腾的人 经常把赵丽颖逗笑 即使是在拍戏或者休息的时候 不止于此 两人并没有用惯用的名字称呼对方 而是相当亲密地叫着小赵和小林 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很亲密 林更新本人 入组后迅速瘦身 令网友大跌眼镜 纷纷转身大赞小伙 赞照聪明的眼光 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人诟病 剧组发布的林更新最新照片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赵丽颖在陈黎这个角色中的优秀形象 据悉 与凤行是赵丽颖 林更新主演的一部历史剧 改编自九鲁飞翔的同名小说 其中 赵丽颖饰演陈黎 林更新饰演刑址 该片目前正在拍摄中 没有具体的上映日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